第24場戰 國際公開錦標賽福賽第一場 將會有頭兩名的龍舟隊在這裡可以獲得進行拳賽資格 有六隻的龍舟在這裡是比例當中 當然在第一線下威夷龍舟業會一開始就已經來不到了 就去到九後的位置 在前面剩下最後三四個投標 而明先是第四號線的澳洲隊 第二名真遲不下的 三號線的長期示範龍舟隊 三號線以後要龍舟隊 頭上緊的了 我做最後一個投標已經是名牌 看見誰拿到第二名 誰就可以進行拳光 好像是平牌中線 即是說又要能夠滿足的成績才能夠公開 究竟哪一支的隊員最終能夠 是取得進行拳賽的資格 但在這場福賽 第一名肯定的是澳洲隊 澳洲隊 澳洲隊 至於在三號線長期示範龍舟會 還有二號線三萬小便以後 英龍舟隊 面對可以爭取入第二名進級拳賽 就容貿易挑戰